歡迎來到潮流訓練師 我是來自後山皮的潮流訓練師小潘 今天我遇到了一個突發狀況 那就是我遇到其他潮流訓練師 一些小夥伴們 有請小夥伴們登場 請問你是 我是媽媽 我是來自如舟市的愛麗絲小姐 今天要來幹嘛呢 今天就是要來介紹一下 女生有可能不懂的男生潮流單品 為什麼我加一個有可能 因為其實我覺得那些東西是非常非常好看 非常非常帥 帥 非常帥的 但是就是有些人有疑慮說 可能女生會看不懂 你們男生自己在那邊覺得好看而已 所以今天就有請兩位來 見賞一下這些東西 到底你們懂不懂 為什麼你身上的開始就是這個 我身上這個 不是在吃吃的單元裡面 這件還有好不懂的嗎 我覺得超不懂 這件就不懂 超不懂 還沒有開始 我以為是你要來錄製品要呼吸穿的 我也是 對不對 因為這件就是你去那個東方主題的時候 對 還會整理 妹妹我36號 下次再來找我 還沒有開始 我這件是帥的 妹妹 好不好 我這件是那個 YESHIMA SEI 不是 今天第一樣潮流單品了 就是從我身上剛熱騰騰取下的 安全帶 屁 不是 行李 行李 騎在行李上面那種 你知道嗎 怕行李爆開的那種 這個我是真的不懂 它是在 我們家有一條 這是Mesh Williams設計 Alix的皮帶 沒有 我必須說它是好看的 因為它有時候穿搭配這個是好看 可是 我沒有辦法接受它的價錢 你講它多少錢 一 一萬左右 OK啦 Alix耶 這條 這個價錢 我不懂耶 我這個 那要怎麼搭 你這要怎麼搭 超會搭啊 你 你跳這個戲 你就很像剪頭髮剪到一半跑出去的人 沒有這個水水便便這樣都好 我覺得可以拿下一個單品 我覺得 你已經 對它生無可憐了是不是 如果 這個 理解程度是10顆星的話 對 你們給它幾顆星 0.3顆 我0.1 就已經這麼不理解了 我這個我真的不理解 沒關係 沒關係 下一樣單品 你們一定可以更理解 OK 好不好 下一個就是這個 Skaw Island 我可以發問一個問題嗎 就是你們買這個東西到底是因為它的型好看還是因為它的品牌 一定都是都有的 必須老師說 所以你覺得這個的型很好看嗎 如果你說你是因為他的品牌 我覺得可以接受 但如果是他的型 我不懂 你是不是 真的穿起來有多好看 你穿 不是 就是 以前去夏令 就是國中夏令 然後會有 戴墨鏡的人穿 然後跟國舞 知道他的帥度在哪 你現在可以這樣嗎 打氣蛋有沒有 他就是打氣蛋的插隊 但他只是沒有 沒有過的 他那個造型的帽子 對 我太難了 Supreme他自己本身也有出過 單穿的那個背心 我知道你有沒有看過嗎 黃狀的那種 然後最近跟Stone Idol 他就是做比較實 比較厚的這樣子 所以其實他細節還是蠻多的 沒關係 繼續全場安靜 太難了 我覺得 是不是因為他有點太小 現在導致於很像 我在坐雲霄飛車這裡整個這樣 然後你在細剛那個皮帶 我就會這樣 吃雲霄飛了 你知道我意思嗎 我會想你今天穿這個 你看出來還有份量 我不要啊 拆一拆一 我現在 我現在穿這個嗎 對 我覺得如果是太陽太壯的人 我覺得如果是太陽太壯的人 我覺得很像義工媽媽耶 對 我是誰 超學 走斑馬蟹 這麼多 你拿不到 這個要領分嗎 這個要領分嗎 這個要領分 請給分 這個就是 兩顆啦 這個我可以給到 四顆 因為很多男生上節目 或是出去 就只穿 單一件T恤 有時候 看起來很無聊 他就是每天都請 歐嚕嚕的人 這時候你會覺得 他其實加了一件 都是比較有份量感的 比較想要有層次感 或是我覺得 裡面穿一件螢光黃 外面搭配這個背心 也都是滿有 現在年輕人喜歡的那一種 有一點 嘻哈的這種感覺 好 來下一個 哇